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要过来念一念柏拉图理想国 你也要学一点西塞罗莎士比亚 都有这种传统 中学也是这样 你能说一下他们那样的教育 你的好处在哪里呢 事实上在美国念大学 您刚才讲的是对的 确实要念这些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念大学 所以我稍微研究过美国的一个特色 它有三个力量支撑整个国家的安定 第一个是清教徒的精神 当初美国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 对 那些清教徒 他们是比较保守的 叫做原教指派这些 小木石算这一路 对 都算这一路 所以他们都有一些 基本的宗教的信仰作为基础 那第二个是他们这个广大的南方的农民 南方的农民啊 他是安土种籤 就是他比较稳定 坚持某些所谓的道德价值 第三个就是大学 美国的大学他是象牙塔 但他是发出光的象牙塔 他这个社会一有问题 就找大学里面教授研究 这些教授呢 尽量排除个人利益 就事论事 可以给政治 给社会提出许多真贬的方法 所以美国这三个力量合起来 就相当稳定 您刚刚所说的就是一个 上大学之后 你作为知识分子 你必须有基本的理念 你不能光是成为一个 会赚钱的人才 这样是不够的 那您刚刚提到文化相仇 我就想到犹太人 犹太人事实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 他们自称选民 被上帝选的 大概1948才建国 那在这个之前他们怎么过日子呢 他靠一本什么 他们的圣经 就他们把圣经当作可以移动的 可以携带的祖国 他们有这样的绰号 所以他们可以走遍天涯 不至于失落 都知道自己的认同 您说这个 我就想起 我怎么最近发现 对于中国出现的很多个恶事 这个新闻评论员 多个新闻评论员他开始提到宗教感这个问题 就比就比方说我们出了黑莓窑或者说矿难 哎我就发现有的新闻评论员他会说 这中国呀没有宗教感 的呃 包括像前一阵说是电视上选秀节目被广电总局叫停 我也听到评论员说呢 说中国没有宗教感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说有宗教 这个民族啊 他头脑里有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他有这么一种习惯 好比说电视上 你不看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脑子里是有一个天高地厚的 但是呢这种分析就认为就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儒家立起了一个标准 可是事实上我在我身边感受到的那是永恒的实用主义永恒的机会主义者 所以什么的所以就说没有一个最高的律令 所以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他没有一个您您觉得这怎么看 两些多年来本来中国人是相信天的 你在诗经里面天生真名天坐高山相信天 但后来政权出来之后啊 天子他只有特他有特权祭天 一般老百姓跟天保持距离 他祭什么祭祖先 所以祖先崇拜是外国人描写中国的宗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祖先崇拜 嗯 祖先崇拜的话就把你生命啊 拉到整个这个祖先到子孙的这个浩然长流里面啊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古人全然常常说 记得五个字 无田而祖先 这个田啊就是添加物的三点水去掉 那叫田啊 无田而祖先 田就是可耻 就是你不要让你祖先觉得可耻 哦 就靠这句话 所以你在外面做事啊 最怕家里面的人丢脸 让我祖先蒙羞 嗯 那我们做事就要想不要让子孙丢脸 你如果做了坏事 像孟子说 周朝历王 周朝幽王做坏事了 所以被称作幽跟历 嗯 后代子孙再怎么好 也没用 你不能改变祖先被人家说的那个难听的话 孟子这样说啊 所以我们如果学儒家就知道说 中国人重视这个祖先崇拜的传统 有它的好处 祖宗是我们的宗教 把这个当作制造宗教的替代品 它产生的效果是类似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有一点就是 从这个祖宗的崇拜啊 它发散出去 还有一种历史 就是我们的宗教 你应该说像我们要怎么样对得起历史 对不对 中国人很喜欢说这种话 比如说像文天祥 对不对 他怎么做的事 他想的是后代怎么看我 我的名字在历史上怎么被记录 那么比如说 所以以前做历史的人呢 就是做史官是很重要的 他怎么样去记载一个皇帝的言行 而皇帝都要怕的 皇帝都很担心 后人会怎么记录 那么天子了 他已经是有那么大的权柄了 但他仍然要担心历史是怎么记录他的 对啊 您说的正好就是孟子 孟子对孔子的描写 孟子说孔子做春秋而乱成贼子句 你乱成贼子你要害怕 所以孔子也说 根据孟子的说法 他说自我者其为春秋乎 罪我者其为春秋乎 了解我的就要在春秋这部书里面看了 怪罪我的也在这里 为什么 以前写春秋说谁好谁坏 是天子的专利 但是现在天子不管事 所以孔子说我来冒险做一做吧 所以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从孔子做春秋开始 叫做春秋大义 从这里面让你知道说你做坏事 后代子孙过不去 但是您要这么说 就现代社会市场经济 这大学教授剽窃成风 你说这个他在乎他拒不拒呢 他过去啊 我们好像认为比如说是您是教授 您是什么 是这个人格水平比较高的 他是靠这个名声称齿他 就说所以说穷他也独善其身 对吧 但是现在好像不是这个社会了吧 两年前的美国做个统计 说一年之内上网查字 最多的是两个字 第一个叫做tunami tunami是海啸 第二个叫做什么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我们我们刚刚讲的 人格的诚信 我做什么就要有什么像什么 就要有原则 美国人为什么查这两个字 天灾人祸 因为整个社会就是integrity出问题 所以美国人常说 这个人没有integrity 我就要查一下这什么意思 听到tunami听多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看一看 一个是自然界 一个是人类 所以这个简单的事情提醒我们说 的确这个社会啊 从古到今 人生的奋斗啊 确实不容易 我就拿我在朋友家看了两句 这个对联来说 好好好 一句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 第二句话 心如脱江野马 易放难收 人生真的是一个辛苦的历程啊 你稍微松懈就往下走 我们说为善如登 为恶如崩 做好事像爬山 很辛苦 不能松懈 做坏事像滚下山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教育界啊 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说现在国学日 一定要把握这个契机啊 让大家从这个里面 得到一些传统文化好的理念 好的理念得到之后呢 不能保证你立刻改善哦 但至少让你知道 什么叫善 所以我觉得有人 访问梁树民先生啊 最后那些资料啊 梁先生说一句话说得很好 有人说您算不算圣人呢 他说我不是圣人 但是我知道圣人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所学的就是这个 我们自己还做不到 哪里有人活着说自己是做到的 对不对 孔子也说若胜以伦则无其感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知道之后才能 虽不能自心向往之 人活在世界上最怕内心无所向往 感觉到生命好像就停在这里 但是你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存在什么永恒的标准的问题 比如说像朱喜 是朱喜说过这么一句话吧 什么满界都是圣人 那不是是王阳明的学生说的 王阳明的学生说 是那所以我就听见 现在有的人就说了 真要那个情况不也挺可怕 我们搞过那个啊 我们希望满界都是雷锋 但是那可能吗 那实际上所以说 现在有人说 你儒家的这套人格的这种东西啊 和比如说自由派所说的 这个人的多样化选择 人的这个自由 人的就一个人一个样子 不要有同一个标准去要求 那么跟这个矛盾吗 那么我们简单说 任何人听到孔子这句话 会不会想一想的 己所不欲物事于人 天下有比这句话更尊重别人的吗 对不对 我不希望别人再被我骂我 我就不要再被我骂别人 看到没有 天下没有人 可以否认这句话的价值啊 我们看孔子孟子 不要泛泛的看他 要针对说你提什么问题 好孔孟有什么话来说 儒家有个特点 儒家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封闭 他是很宽容的 我记得以前也有个台湾学者 叫钱兴祖 钱兴祖寫过一篇文章很好玩 他讲中国传统 特别讲儒家里面怎么讲异端呢 他说比如说在分析比较的时候 因为西方以前的天主教也很讲异端嘛 对付异端是要有宗教法庭去审判的 那么中国里面怎么处理异端这个东西呢 他说到中国对儒家对异端的理解啊 跟这个西方对异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儒家讲异端的时候会说 这是一个异端 这跟我们不同 但是呢很少会说 因为他不同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他 怎么样去整治他 怎么样炮他 还很讲究我们是和而不同的 小人才彼而不咒的 这是孔子的思想 你讲的完全在论运里面啊 我把两句话合在一起 一句话是孔子说 功夫异端 痴害也有 这句话应该怎么翻的 很多人乱翻啊 我把他意思说一下 孔子说 你去批判异端的话呢 就会制造后遗症 因为你批判别人 别人也批判你嘛 你说别人异端 别人也说你是异端啊 第二句话是 只曰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们两个人生理想不一样 像你刚刚讲的 最后的理想不一样 大家各自发展 不要勉强 这是孔子 所以后来孟子 为什么让别人觉得比较 那但是不要批判吗 不要言论自由吗 哦 言论自由对孔子来说 您刚刚讲 像何而不同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你自由讲嘛 因为你有异端 我不要批判你 因为我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本身就是问题 庄子后来对于 那我们学术界所说的这个争鸣 又该怎么理解呢 基本上百下争鸣 比如说不能批判您吗 当然可以 但是你批判要根据事实来批判 每一个人建立学说的时候 都从经验里面找材料 找到最后他把它整理出来一个架构 希望来呼吁别人认同他 认同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学派 所有的九六十家就出来了 但是最后还要检验 检验一个学说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这个学说出来之后 让人性的发展 是不是可以自由的自在的尽量发展 第二个 你发展之后是不是快乐 所以所有的检验都在这里 很多人问孔子跟颜渊为什么快乐 就因为他的学说让自己快乐 你很穷困 那你很快乐 这就证明你的学说有可能是对的 相反的 我很穷困我就生气 我就吵架 那代表你根本就学说有问题 很穷困又很快乐 我身边还没见着 这样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武汉一个重点大学很著名的大学 你母校就行了 我母校很好的 我母校特别好 风景优美 但是他现在有点事就引起大家的争议 就说开了一个国学班 文史哲 这些国学班就讲这些什么四书了 易经了 就讲这些国学 但是国学班的收费齐高 两万八 但两万八呢 就是说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末上两天课 这样一年才上24天课 然后就收两万八 就引起很多争议 我不知道这件事你有什么评论 好的 分两点来看 第一个 知识基本上是无价的 所以尤其是这种国学的智慧 并且它是一个商业社会 供需要求 是不是 所以你有这个需要 你有这个钱可以付 去听国学 绝对比你去买一辆跑车啊什么 这要好多了 所以这第一个我是赞成这个做法 知识应该有代价 就是智慧财产 第二个 这些企业家本身啊 在物质方面非常丰盛啊 他看到社会制度也慢慢合理 但是也不能改太快 他只有追求理念 这个时候呢 你说他面对全世界的时候 他要竞争的时候 他怎么跟外国人来往 跟外国人来往 几句话 这个讲完八卦之后就谈 你们到底怎么看待人生的 我们这些什么企业家 怎么跟别人谈 我到国外念书啊 别人跟我聊了之后 马上就问 老子你知道吗 庄子你知道吗 他对你学的专业 比如你数学 你学物理 他没什么兴趣 那个是大家共同的东西嘛 但是他想知道 你这个民族在世界上 凭什么存在的 你到底文化有什么特质 可以让你们那么自豪 企业家需要这个 当他需要这个的时候呢 他以他的能力去付钱去上课 没有问题 我只是要补充一点 像武汉大学在那个地区 他应该想办法 开一系列的这个什么 民间的这个公益讲座 你配合起来就没事了 但还是很想很好奇啊 像现在这种国学者啊 就在其他国家 他们怎么样做他们的经典教育呢 比如说像像我知道 副教授也在欧洲教过书 欧洲是不是做得很好很完善 因为他中学是怎么样去做 在某些国家中学时代 就有一些哲学教育 比如说法国 他们有一次考大学的时候呢 题目就是人是什么 就这么简单 让你自由发挥 代表他们在中学时代 就有一些基本的训练 有一本书叫《书非的世界》 他在欧洲啊是写明的 给14岁的小女孩看的 我最近碰到一个学生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看这篇 我说你在中国长大 10岁看不懂 我说你上大学才看得懂 我在台大做过实验 学生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基础教育 并且他谈的都是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一旦变成中文 叫做翻译 一翻译就出问题了 你看得懂的地方都不重要 重要的地方都看不太懂 他翻译翻得不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这个思考的基础的话 学习的基础很难做到 他们上大学之后 像您刚刚说的 他有一个核心课程 所以每个大学都希望说 我培养的学生 不要只是专业专家 他那个太窄了 因为你到社会上 找到工作之后呢 到了中年的阶段 很可能当到主管 这个时候你对人性不了解 对人生的幸福 没有基本的憧憬 你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孔子说 但是儒家就能让人了解吗 因为儒家思想 基本上你从第一章 看到最后一章 他总共有五百十一章 你全部看完之后就发现说 他讲的是做人处事的道理啊 我就讲一段我自己看到 几千年前做人处事的道理 和几千年后是完全一样的吗 所以这就说得很好 这就这边就谈到文化的问题了 文化分三个层次非常简单 第一个器物层次 我们今天用麦克风啊 开车这些叫做器物 第二个叫制度层次 像以前的封建 现在呢 这个是慢慢要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上面叫理念 儒家的是讲理念的问题啊 儒家道家义经都讲理念 他不谈那个器物跟制度 谈的话是附带谈 所以这理念的层次是普遍的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西方人 谈到宗教或者哲学里面一些想法 苏格拉里说 我们可以听懂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讲那个器物跟制度嘛 就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您说 比如说为什么我也听见一种观点 说你这个中国儒家要真行的话 你现在的这个道德水准怎么样呢 好比说你说美国也没有儒家这一套 但是美国人很也很仁义理智信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是讲诚信讲诚实 对吧 那这个该怎么怎么看 这边就从两方面来看吧 第一个是你儒家从来没有被真正理解过 从来没有被真正实践过 所以呢 你现在说儒家讲的半天社会没改善 因为那个是假的儒家嘛 这是第一个啊 但这还可以再讨论 第二个 所有其他的社会 你不要说只是美国呢 就是埃及希腊也都一样 它能够存在发展 一定是它的理念 有某些地方 经过许多先圣先贤的研究 提出来之后呢 作为很多人生活的规范 所以在西方世界来说的话呢 它是以宗教作为理念的保存者 所以他从小 你看父母上教堂 小孩念主日学校 他就慢慢听圣经故事 知道做人处是怎么做 而且呢 我们这有点情况不一样 就是我们 你也不能说都是儒家的错 为什么 因为过去几十年都没教儒家嘛 我们这有另一套经典教育嘛 就中学都在上政治课嘛 对不对 台湾教儒家了呀 台湾也教儒家呀 但是 台湾教儒家是把它放在中学课程里面 要考试 凡是要考试都没有人喜欢 您教授说这话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教学生也知道 你只要考试他不喜欢 他是背 因为我举个例子 学生背孔子的话 三十二立 四十二不获 我就问学生呢 什么叫四十二不获 学生都二十几岁啊 我当然知道 四十岁就没有迷惑了 请问 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四十二不获吗 他才二十来岁啊 真的到四十岁才知道说四十二大获 对啊 我现在就四十啊 我怎么没觉得不获呀 我觉得更获了 因为你跟孔子不一样啊 因为孔子 孔子从来没有停过自我反省 从来没有停过好好去了解 去研究所有的一切 我还以为是我三十没力 所以我的四十就获了 现在开始学呢 大概七十就获了 五十也不能知天命是吧 六十尔也不顺 七十不能从心所欲 还老犯规矩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富老师 咱最后再讲点琐碎的事哈 就是你看在现代社会 其实也发现一点 口才能讲的人 是是很吃香的 对吧 像您就非常能讲的 但是呢 你小时候我看他跟我一样 都有过口吃 是的 我在八岁到十七岁 小学三年级到高二 公开场合在学校 任何地方只要有大人在 没说过一句话 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那 口吃啊 小时候调皮学别人口吃 没错 没错 你知道我小学 我是有我我 其实我大概就一年 就是学的 班里有个口吃的 叫结巴的 你老学老学啊 最后就是这样了 最后我是怎么治好的啊 就我哥一转身 啪给了我一大嘴巴 我说你干什么就好了 就好了 是那么好的 就其实你并不是那种气质性的 对 可惜我哥哥没给我一嘴巴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 如何自我修炼的问题 我到高二才去矫正口吃 他有专门的老师来教 教了之后就说你深呼吸 别紧张 想说什么话 先想一想 第一个字 特别重要 他会卡住的话 就换一个字 让你说话比较顺一点 学了两个月 终于可以慢慢讲话了 九年的口吃 改变我这一生 让我至少有两点 第一个 我这一生都不会嘲笑别人 我从小被嘲笑长大 所以我很容易有同理心 替别人设想 比如我常常演讲 我演讲从不迟到 因为我怕别人等我 我不好意思 这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 当然这跟口吃那种心态比较有关系 对 第二个是 我很珍惜说话的机会 我特别感谢我小时候这样的经验 是因为我现在在教书 尤其教哲学 我想梁兄知道 哲学特别难讲 对 讲不清楚 讲要让别人听不懂很容易 对 听不懂很容易 所以我就因为小时候说话有困难 我就后来就特别学怎么说话 别人才听得懂 怎么说话呢 给我们传解这 怎么说话你一定要根据这个 听的人他的心态 比如说你前面讲三分钟 你看别人皱眉头了 就知道该讲的前显一点 该举个例子 要会察言观色 一定要 那有时候你看看别人这个是 我最怕去讲的时候是 讲的让他们都听得懂很辛苦 就是说特别是一个挑战 那你如果学生程度 听的人越整齐越好 你就可以抓到一个这个大概的频率 就是思想的频率 往上面慢慢提升 你讲的只要让别人听了之后 稍微多一点点 他就觉得说 今天没有浪费时间了 那你觉得最近比如说来大陆多了 看到在大陆做演讲多了 你觉得大陆的这些学生 譬如说听你演讲 跟台湾比起来这个分别是怎么样 说实在 台湾因为听演讲太容易太普遍了 大陆听演讲特别热忱 我去年在六所大学做过演讲 那么学生反应非常热烈 包括北大和清华 地板全部坐满 当时我看得很感动 那我心里想他们会不会白来一趟呢 所以我讲得特别认真 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能够去 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听不到自己说什么 我因为小时候口吃 我说话的时候 我自己听得到我说话 我也知道别人听到我说的话 之后心里会有什么反应 我在根据这个 然后调整我说话的方式 所以效果就比较好 所以受过苦的人就是不一样 是吧 听到自己说话 对啊 他能够就是 其实这也是人家很强调 一个同情同礼 是吧 把自己带入别人的感受 这就是一种交情